健保會有開會結束了 有擬出兩個方案 一個其中一個是調漲的方案 部長我們這兩年會調漲健保費嗎 你說是應該說明年 竟然在談是明年的 因為大概明年我們大概還有幾個 這樣的一個精進的方案 所以在目前我大概再看一下 整理他們的意見 不過我還是傾向你說先不調 因為本來就有點要以提升品質 避免浪費 那還有一個公平性 這些都還有一些調整的空間 但是我想在明年的費用 大概除了我們這個 現在的用費率 這樣徵收的費用之外 其他很多的一些不同的經費來源 用這些相關的費用 如果能夠讓健保的公平性更好 那浪費能夠變少 這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 我想多重的方案 剛好講就是說 從品質的提升 避免浪費跟公平性 上方面還要重新再去架構一個 比較能夠讓明年的經費能夠平衡 費率的控制會不會有個不一樣 後年就比較難說了 我們要看看今年14階 相關的一些方案的效果如何 後年沒有辦法去考慮到後年的情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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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